大家好 我是Stan 昨天女团ESPA 以迷你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Girl回归 专辑预购销售量突破161万张等 创下了K-POP女团专辑预购销售量的最高纪录 并在专辑发表的第一天 就超过了80万的专辑销售量 也登上了美轮排行的11位 成绩非常耀眼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ESPA新曲Girl航母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哇 专辑预购160万张真的是传奇 已经从List那边开始卖的就很好了 觉得越来越朝着顶尖前进了 这程度根本就是男团级的 ESPA真的是从出道初期开始到现在 最能代表论坛越黑就越成功的传奇组合之一 不是 真的搞不懂是什么歌 一点记忆都没有留下 CBG Next Level Play Mama都非常喜欢 但这首真的只是很雄伟 很吵而已 这首歌的副歌很弱 听了两次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虽然能明白这次没有大中心 但是传统SM粉真的很喜欢 歌很好听啊 有以前的SM感觉 歌是不错 但是如果这首歌是先公开取 Toke Vibers主打歌的话 应该会更好 不过ESPA的歌曲 每次都是先搞不懂后中毒 CBG Next Level 第一次听的时候都很难理解 论坛反应都相当不好 结果还是爆红都是这样 而且ESPA这次的成绩也是非常好 对于ESPA的兴趣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女生很难一次通过的测试 现在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动图 大家先看一下 手机是什么颜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签收会上被发现偷偷录音的粉丝 Tentau成员Kino在签收会上 发现的粉丝偷偷录音后的反应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这次的活动也辛苦了 本来以为会这样温暖的结束 发现粉丝的正能手表的Kino 不知不觉的就触碰了一下屏幕 因为粉丝在录音 所以屏幕显示了录音软件 由于工作人员也在后面 所以非常紧张的粉丝 还没反应过来的Kino 突然反应过来的Kino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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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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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不觉的就暗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搞砸了这个好气氛 然后再明白粉丝是在录音后 Kino对着手表说了 我爱你 哇假装没看到就已经很暖心了 竟然还说了我爱你 是事实吗 别家粉丝也快要疯了 因为本来是禁止的 所以一开始发现录音的时候 瞬间可能心情会不好 但是能这样对应 真的是大方 也太甜蜜了 哇别家粉丝也要入坑了 太甜了 疯了那位粉丝的心脏 还好吗 还好吗 我还不行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Den Den 真的 Q QQ的 QQ的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